今天呢也是个小众泥泡挖宝啊 那家是雨果 这个 鸽子窝 哦这是一个鸽子 鸽子区店主 这是一个男性 收视长红 这个词好多年没有听到过 这个带子还挺有质感的 这是专属logo 绿色的和平锅 我最喜欢这种的 泥的包装了 让我感觉像拆盲盒一样 尤其是季拍 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这种感觉 让人欣喜若狂 又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狂喜 先来拆一个 其实我本来是想自费 购买这家店的你的 因为主意推给我了 我觉得颜值 也挺新颖的 然后我把它加够了 还没下单呢 店主来找我了 你就是高市吧 我说对就是我 然后他说 我给你寄点泥吧 然后我特别害羞 我说那多给我寄点吧 这个是永世我爱 鱼果的鸽子窝 痛苦永远是现在进行试 这个红色 还有种紫外线的效果 我看到鱼果我就想起 我大学唯一挂的一门科 是外国文学史还是什么 我也忘了 最后一个大题考的 就是鱼果的悲惨世界 其实平时整天背啊 啥的都搞混了 哪个著作是哪个著作的内容了 这个上面 是有着这种像金属光泽一样的 这种花朵的一叶片 它里面的这个填充物 都有一种金属光泽 然后这个底胶呢 是有一点黏黏 这样有一种枪弹玫瑰的感觉 它这个底胶也是两种 透胎颜色搭配的 这样扯开我才发现 哇真的好凉啊 这个泥 今天刚刚收到快递 然后这个花片 这个花瓣的本体展露出来了 还挺有分量的 有点像个加厚的薯片 这个也属于一个颜值造型透胎 挺有创意的 底胶做的有点黏 这个黏度是我可以接受的黏度 也是一个能够把填充物紧紧的束缚在泥里的一个黏度 再来查一个 这个也是我加构的一款 讲百香果 这个说是会有一点轻微的浮游 我今天晚上为了录这个视频放了我男朋友的鸽子 因为我从外面看不到这个泥是什么 我特别好奇 我又想把这份好奇留到录视频的时候去感受 所以我就没拆 我特别想拆 而且我现在已经三四千没有玩泥了 他撒的这个软套片好奇特呀 是一个磨砂感比较强的冰砂泥 表面上浮的是油嘛 我怎么感觉浮的像水 没有那么粘泥 感觉现在就是泥圈卷的太厉害了 之前稍微一个好一点的泥 然后卖泥的都会大吹特吹 现在都很谦虚啊 有一点缺点都会写出来 这个有点扯不动 这个味道挺好闻的 有蜜血冰成的那种味道 这种的话就是磨砂的泥的通病 卡指缝 但是也不耽误它好玩 这小软套片好可爱啊 小小的浇水和水边血结合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风味绝佳的冰砂泥 你们有没有一种经历 就是去外面买炒货散装的东西 你说给我撑十块钱的栗子 然后它呢大铲子一块 十三块钱的行不行啊 比如你说给我挑了五块钱的烤铁瓜 他大手一捏一撑 八块钱的行不行啊 永远都要比你要的要超额 这个起泡之后好像一个珊瑚龙睡衣啊 你们发现了吗 我每次玩白嫖来的你都异常兴奋 颜色好可爱啊 这个不错啊 摇头白尾 这个也是我架构的 拳头产品都发过来了 乌木青 这个我挺喜欢的 它这个主图也好 这个盒子也好都是比较有质感的 你们看上面梁子 庆出我的这个手印来 在吗 在吗 不知道为啥这个贴纸的配色就很戳我 感觉有点像一盒热乎糖 哎呀哎呀好 身上有点刺脑 突然刺脑 这是啥色的 皮蛋色的吗 开 开了好像又没开 有点害羞 先来一下味道吧 味道有点 好轻烈的味道 偏绵软乌木沉香味 建议软质玩 那现在肯定帮硬 太凉了 跟冰箱拿出来的一样 脱颖而出 太硬了 跟个皮蛋一样 这个在暖气片上加热了一宿 现在还带着些许的温热 我今天看评论区有人问我多大了 然后有人帮我回答说 她大概三十多了吧 朋友 怎么三十多了呢 我还是个小姑娘 你又让我离退休进了几 又进了一大步 软质了 现在很软质了 就是这个颜色吧 有点像那个松花蛋的蛋黄 或者像那个东北有一个叫 是东北的吗 那个石蛋 是我大脑里面没有储存过的一种香型 好了 现在储存上了 怎么离近了又闻不大道了 但是离近了闻没有任何的胶味 它这个手感并不陌生 就是价位在二十五块钱一盒以上的泥里面 我大概玩到过三四次这种质感 好了 今天的小众泥铺品鉴到此结束 剩下三个你明天再玩 拜拜